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 各位健康 观众朋友们今天要教一道非常有趣的菜 然后看到这个菜名就觉得 好想出去玩 台湾有个叫司马库斯在新竹 不知道观众朋友去过没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来学这道菜 叫菇蛋库斯库斯 然后邀请到的是郑娟老师 嗨 芝芝姐好 老师好 是 什么叫做库斯库斯 库斯库斯其实它就是一种小米 小米 对 小米 然后它是一个北非 非洲北部的一种小米 那它跟我们小米有什么不一样 它其实吃起来口感就是会偏比较干 对 然后它酷斯酷斯其实是当地的名字 是 当然我们今天我也没有特别准备这种 对啊 我就看到你就没有米啊 对 完全没有米 有菇有蛋 可是我看到一堆花椰菜 对 其实现在实际上流行 蛮流行吃花椰菜 然后我今天会把花椰菜 把它当作一种北非小米 是 是 花椰菜米其实很贵耶 对 简单料理啊 其实你就会比较想要少吃一点淀粉 对 所以就会用这种白花椰菜来期待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丰富 很健康的一道菜 叫菇蛋库斯库斯 那怎么做呢 好 然后我们首先 我们会先来切一点点的洋葱碎 洋葱 然后洋葱这些等一下我会用 所以我这边就简单的把它切成适当大小 我听到你讲洋葱碎我就有点紧张了 对 其实要把这半颗洋葱切完 应该眼泪都流不少了 对 对 对 然后就花了 是 然后接下来我有牛番茄 番茄 我这边就要取它的皮 里面都没有 所以我就会剪 你要皮而已啊 我要皮就好了 它其实不是红椒喔 它是牛番茄 然后我只要它表皮这层 这层果肉 然后至于这皮要把它去不去都可以 然后我这边就会把它简单的 把它切成成小丁 这看起来真的很像清红椒 对 它其实很像 然后我今天为什么没有用红椒来代替 是用这个牛番茄 是因为它会有一个切红素 所以它工作的过程中 它会多一个的那种切红素的颜色跟酸度 所以老师这一道就是要营养100分就对了啦 是 连茄红素都顾虑到了 是 然后这边就很简单的把它切成小丁 切成小丁 对 小丁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那个 就是牛番茄这样外圈切一圈 然后还切小丁来入菜 蛮特别的一个做法 是 好 然后切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会来打我们的花椰菜米 好 花椰菜米 还有就是老师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洋葱对不对 是 好 然后我就可以把料理机放进来 这用简单的你看 是 然后我就直接把刚刚切好这半颗的洋葱 洋葱直接放进去 就可以直接把它加进来 然后给它一点点的蒜头 蒜头这边大概五颗 是 然后就可以一起放进来 所以 盖起来 一起打都打碎 就一起打 然后就直接把料理机放进来 然后就可以从这一圆葱 稍微看一下它大概的大小 好 如果喜欢吃大快一点点 你就不要打太久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就要小力 对 你多打一点点时间 是 好 好 然后我们大概就 要放油都不理它 我现在就是打好之后放进来就好了 对 就先放进去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般 我们白花椰 白花椰菜米都是吃着花蕾 比较多 对 但是那梗其实蛮浪费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今天会连同这梗都下 一起进去 对 一起下来打 所以就通通的把梗摆进来 直接放进去 对 摆进来就好了 现在这个蒜头跟洋葱好香 它打完之后 对 重点是都还不用开火 我们把所有的调味料 食材通通拌完之后 我们再来开火 放下去之后一样 我们一样用这个烟囱看它的出色 如果你喜欢那种米粒大 辣一点点 你就大概五秒 十秒 这样就好了 对 然后我想要让它再细一点点 很像那种本贵小米 所以我会让它稍微打久一点点 可是你打这么细 等一下下去煮它 会不会就糊掉了 不会不会 因为像这种白花椰菜 它其实蛮耐足的 然后煮完之后 它吃起来的口感会吹吹的 大概20秒的 时间 然后我们的白花椰菜 米也完成了 再倒进去 对 然后一样把这刀子 先把它拿出来 然后一样里面有个底盘 就可以轻松地把整个花椰 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冷锅 然后把你打好的东西 食材先都倒进去就好了 是 好 然后东西放完之后 我们一样就完成了 好 然后我们这里面 我们就当然要调味 对 然后我们这里面 就会简单地调味 会给它大概两大匙的这种 起司粉 就起司粉 大概两大匙加进来 然后给它一小匙的这种 一式香烙盐 简单 对 意思 然后会补它一点点的油脂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油脂 我不想放也可以 也可以不放 但是有些蔬菜需要一点油脂 对 它的营养素刚刚的颜色 才会出来了 所以我这边会给它 大概一大匙的油脂 加下来 很少 不用太多 对 然后最后一点点的胡椒粉 也不需要太多 所以我们不是边煮的时候边调味 是把它先准备好 这时候我都还没有开火 对啊 好 我就很好奇 这时候才稍微把它搅拌均匀 拌均匀 先把它拌均匀 先把所有的调味料先拌匀之后 然后跟煮饭一样 煮饭是要把它铺平平的 对 所以我这时候就会把它这样铺平 铺平平 那油非常少 对 其实油不多 就这样铺平就要 这个要做体重控制的人 这一道实在是福音 应该要看清楚 然后认真做 好 那接下来我们香菇 就会把香菇头剪掉 就用剪刀 剪刀 对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深度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放蛋白 蛋黄 所以你要有一个洞 它才有办法承接那个蛋 可是它这个 它那个散状的地方 它本来就是一个洞 对 不够 不够 所以我会稍微让它稍微深一点点 这样子 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装蛋的时候 我会把它倒扣的 不会像有些人会直接这样一朵一朵的方法 所以我今天会比较 所以它其实我们香菇是一个容器 对 它就变成一个容器 所以你菇蛋就是其实它合在一起 可是它是一个一体成型就对了 是 我像这样子就甜甜的 这蛮可爱的 直接把香菇当容器了 然后我这边就会有五个香菇 所以就直接看家里有几个人 就一人一朵 一人一朵 你要两朵也可以 对 所以等一下蛋会打在这里面 当然我们会等一下会先给它蛋白 然后蛋白稍微蒸熟了之后 我们再来放蛋黄 两个还要分开 对 因为我们今天香菇比较小朵 如果你今天是直接把一颗鸡蛋打下去之后 它可能蛋白会散开 对 所以我会先给它部分的蛋白 那可是老师 你现在那个菜都还没炒 都不用啊 不用炒 完全没有要炒 然后重点是花椰菜米 它其实没有加水 直接让它好锅子 直接让它去煮 它会有一点点很像在烤的动作 然后慢慢让它水蒸气挥发 然后挥发之后 它会顺便把那个蛋蒸熟 然后水分 花椰菜米的水分挥发之后 它口感会更脆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没有跟老师一样的锅子 你可能就要选那种 就是密合度 还有就是稍微比较厚一点的锅子 对 对 还错 是 是 是 然后这里面我们一样要调味 所以我这边一样会给它一点点 香菇本身要调味 对 不然香菇会没有味道 所以我这边就看你 如果一点点盐 胡椒 或者是很简单的义式香料盐巴 对 直接把它撒进来 看起来目前挺简单的 是 这个感觉如果出去露营 应该挺好用的 然后这边有一块起司丝 然后放久它其实会结块 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慢慢一坨一坨的 然后摆在边边 摆在那个就是香菇什么的边 有空隙就摆就对了 对 有空隙 然后它热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融化了 好 最后我们刚刚不是有切了 对 这个是番茄 牛番茄丁 就可以摆在边边配色 这样看起来就漂亮了 就很漂亮 可是这个我没有试过就是番茄这样子 它下去煮过蒸过 它颜色会不会变掉 不会喔 但是主要是它的香气 跟它的番茄的味道 它就会滴到我们的白花椰菜米 所以白花椰菜米吃起来的口感 就会有带一点点番茄的酸度 所以这一道如果家里不敢吃红椒的 其实也可以学老师一样 直接把那个牛番茄的整个外圈切起来料理 那你的那个就是菜色里面 一样会有那个红红很鲜艳的那些颜色 是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准 感觉好像好了耶 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这边就会准备了几个小碗 我们来 这是要 你要分蛋黄跟蛋白 对 我要分蛋黄蛋白 所以我这边就会把 先把一颗鸡蛋 就把它打到一个碗里面 确认一下蛋是不是不可能 因为有时候蛋可能会坏掉 对 所以我们需要检查每一颗蛋 然后先把蛋黄先把它捞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用分蛋器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 也是可以 然后就很简单的把它先 就只要蛋黄而已 先蛋黄先捞出来放边边 那这个蛋黄是到时候 它直接摆在最上面嘛 对 然后因为这蛋白 它是有积带 然后是整团的 然后你当然如果整个倒下去 它可能会溢出来 是 然后我会先把它倒在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等一下会利用保密均值机 是简单的把它打断 对 打断之后 它也比较不会有这样枕坨 这样会不会也比较快熟 对 也会比较快熟 我们就一颗一颗 一颗一颗把它打出来 对 然后把它分出来 蛋黄跟蛋白 对 稍微把它分出来 你看 但因为它这样整多 对 真的是 然后先简单的把它分开 然后等一下我们蛋黄 就会比较好放进去 所以感觉目前比较搞刚的 就是现在目前分蛋 这个是在这道菜里面最难的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会分蛋 那你就一定会做这道 就是菇蛋酷实酷实 对不对 是 而且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成功 老师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加 还没有放 还没有开火 都还没有开火 就把所有的调味料食材 通通放完之后 我们再来开火就好了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 这有点像蒸烤的感觉 是 它是很像一个一道无水料理 又无水 然后你也可以无油 可是老师是建议给个一汤匙的油 会比较好一点 就对整个食材的那个营养素 它其实还会释放出来更多 是 好 然后我这边快速的五颗蛋黄就 差不多完成了 对 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这蛋白啊 我就会用保姆稍微把它打一下 但是打也不能打太久 不能打太久 打到它都发了 那就做蛋糕了 然后我这个打的动作 只是要让它整个蛋白稍微 均匀 均匀 然后切断 所以我下去 就这样稍微三下就好了 三下 是 这样就完成了 是 这样我们在分蛋的时候 它也会比较好分 所以我们是一瓢一瓢下去吗 就怎么样 倒下去啊 因为我这时候已经把它打断了 对 所以它就会很液态 就可以这样慢慢的 对 刚那个油可能下去会是一坨 就 没有 你这样刚刚一下去 就一颗蛋白下去了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的香菇没有很大 所以你如果一整颗下去 它就会整个溢出来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这五颗蛋白应该会有多啦 一定有多 然后重点是 我们香菇要稍微放平一点点 那你的蛋白就不会溢出来了 所以打一下这也是很重要 对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盖上锅盖 终于要开火了 对 这时候就直接把它盖起来 然后来开火 然后我们就中火慢慢加热 然后开始冒烟的时候 我们就计时五分钟 然后这五分钟 大概我们的蛋白就熟了 然后香菇也熟了 下面的白花椰菜 米也熟 真的 这五分钟耶 没有水 对 没有水 然后我们最后再把这个蛋黄部分放下去 那我盖起来 然后就是看你自己本身那种蛋黄 食腕的熟成度 熟成度 然后再看闷几分钟 好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 等五分钟再回来 对不对 对 它整个蛋黄就凝固了 然后起司也融了 对 起司基本上也融结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蛋白简单的稍微挖一点点 剥开一点点 对 让蛋黄可以自重在中间 所以像这样一颗一颗的把它摆进来 像这样就很像一颗荷包蛋在上面 很漂亮 所以老师说你等一下就是你蛋黄要蒸多熟自己决定 一分钟到三分钟 基本上我们盖起来闷一下下 有些人喜欢吃 像我喜欢那样的 对 然后如果不敢吃那种蛋黄 如果不熟的 你就可以这样煮个五分钟就好 三五分钟 对 就是自己开锅盖 然后自己决定自己要的熟度 这一道菜如果出去露营超好的 我就一颗一颗的把它 真的耶 那个香菇都已经缩起来了 是 好 老师会把它剥开 那剥开好像那个蛋黄还是有一点湿湿的 对 对 好 然后好了之后我可以再让它焖一下 再盖起来 再让它焖一下下 然后大概就是两分钟 两分钟是就是蛋黄表面一点点熟 但是它基本上是没有熟的 是 然后它吃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流出来 所以等一下这样子就好了 就好了 真的耶 然后等一下我们剩个盘子 就把它盛装起来 然后让它等待个两分钟 等两分钟 然后又漂亮 白色 黑色 咖啡色 是 然后我还会放一点点的百里香 对 在蛋的上面 还有耶 对 老师还是有加工一下下啦 对 它的颜色更漂亮 哇 那个看起来那个真的很像饭耶 那个酷子酷子 下面如果假如我今天没有跟你讲说 它是华鱼菜 你其实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 你会以为下面是哪一股料理的 对 我等一下一定要挖那一坨有起司的 这个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们的骨蛋酷实酷实上菜了 好 这个真的 来 来 强着 强着要把它锅盖打开 好漂亮喔 这样从哪里下手呢 我要选一个有起司的地方 对 你觉得 你看 然后上面起司 范茄都在 上面我把你挖一颗香芽进来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熟 可是事实上有 有一点点熟 有 你看老师给我这么大的一盆 超好的 有口感 有口感对不对 然后吃起来不会烂烂的 不会 只是有一点脆脆的口感 而且很特别 就是洋葱如果说 以前我们这样炒过 那个洋葱是甜的 可是我现在吃到的它 好像有一点 辣辣的 辣辣的 洋葱有点辛辣味 然后还有一个蒜头味道 对 是蛮特别的一个 跟以往吃洋葱的感觉不太一样 然后再搭配香菇 然后如果你蛋黄不要吃太熟 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稍微戳破 然后让它慢慢流下来 非常好吃 而且很爽口 很清淡 而且 不一样的口感 完全不一样口感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就是 酷子酷子就是花椰菜米那些 其实它有点辛辣 一点点辛辣 对 我讲这样好像会把人家吓到 一点点就是 它有蒜头跟洋葱的风味 对 有辛辣味 然后那个花椰菜它确实是有脆感 老师没骗人 对 我说好像煮久了 会不会烂烂的 完全 然后你边吃其实它很香 它就会一直有那些 就是意大利香料那些一直冒上来 是 对 然后接着咬了一口那个香菇之后 大家知道吗 那香菇厚厚的 厚厚的